生命纪第一章 以下所记的是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旷野, 舒服对面的亚拉巴, 就是巴兰、陀佛、拉班、哈喜路、底撒哈中间, 向以色列众人所说的话。 从和列山经过西尔山, 到加迪斯巴尼亚有十一天的路程。 出埃及第四十年十一月初一日, 摩西照耶和华借着他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 都小遇他们。 那时他已经击杀了驻西石本的亚摩利王西红, 和驻以德莱雅斯塔路的巴山王厄。 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摩亚地讲律法说, 耶和华我们的神在和列山小遇我们说, 你们在这山上住的日子够了, 要起行转到亚摩利人的山地和靠近这山地的各处, 就是亚拉巴、山地、高原、南地、 严海一带迦南人的地并立巴嫩山又到柏拉大河。 如今我将这地摆在你们面前, 你们要进去得这地, 就是耶和华向你们列祖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 启示应许赐给他们和他们后裔为业之地。 那时我对你们说, 管理你们的重任我独自担当不起, 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多起来, 看啊, 你们今日像天上的星那样多。 唯愿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使你们比如今更多千辈, 照他所应许你们的话赐福于你们。 但你们的麻烦和管理你们的重任并你们的征肃, 我独自一人怎能担当得起呢? 你们要按照各支派选举有智慧、 有见识为众人所认识的, 我立他们为你们的首领。 你们回答我说, 照你所说的行了为妙, 我便将你们各支派的首领有智慧为众人所认识的, 照你们的支派立他们为官长, 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理你们。 当时我嘱咐你们的审判官说, 你们听识无论是弟兄彼此征识, 是与同居的外人征识都要按公义判断。 审判的时候不可看人的外貌, 听识不可封贵贱, 不可惧怕人, 因为审判是属乎神的。 若有难断的案件可以成到我这里, 我就判断。 那时我将你们所当行的事都吩咐你们了。 我们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 从和列山起行, 经过你们所看见那大而可怕的旷野, 往亚摩利人的山地去, 到了加迪斯巴尼亚。 我对你们说, 你们已经到了耶和华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亚摩利人之山地。 看啊, 耶和华你的神已将那地摆在你面前, 你要照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说的, 上去得那地为业, 不要惧怕, 也不要惊慌。 你们都就近我来说, 我们要先打发人去, 为我们窥探那地, 将我们上去该走河道, 必进河城都回报我们。 这话我以为美, 就从你们中间选了十二个人, 美之派一人。 于是他们起身上山地去, 到以食个谷窥探那地。 他们手里拿着那地的果子下来, 到我们那里回报说, 耶和华我们的神所赐给我们的是美帝。 你们却不肯上去, 竟违背了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 在帐篷内发怨言, 说, 耶和华因为恨我们, 所以将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 要交在亚摩利人手中除灭我们。 我们上哪里去呢? 我们的弟兄使我们的心消化, 说, 那地的民比我们又大又高, 诚意又广大又坚固, 高得顶天, 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的人。 我就对你们说, 不要惊恐, 也不要怕他们, 在你们前面行的耶和华你们的神, 必为你们征战, 正如他在埃及和旷野, 在你们眼前所行的一样。 你们在旷野所行的路上, 也曾见耶和华你们的神, 服养你们如同人, 服养儿子一般, 只等你们来到这地方。 你们在这世上却不信耶和华你们的神, 他在路上在你们前面行, 为你们找安营的地方。 夜间在火柱里, 日间在云柱里, 只是你们所当行的路。 耶和华听见你们这话, 就发怒启示说, 这恶世代的人, 连一个也不得见我启示应许赐给你们列祖的美帝。 唯有耶弗尼的儿子迦勒必得看见, 并且我要将他所踏过的地赐给他和他的子孙, 因为他专心跟从我。 耶和华为你的缘故也向我发怒, 说, 你必不得进入那地, 伺候你嫩的儿子约书亚, 他必得进入那地, 你要勉励他, 因为他要使以色列人承受那地为业。 并且你们的妇人孩子, 就是你们所说必被掳掠的和今日不知善恶的儿女, 必进入那地。 我要将那地赐给他们, 他们必得为业, 至于你们要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 那时, 你们回答我说, 我们得罪了耶和华, 情愿照耶和华我们神一切所吩咐地上去征战, 于是你们个人带着兵器争先上山地去了。 耶和华吩咐我说, 你对他们说不要上去, 也不要征战, 因我不在你们中间, 恐怕你们被仇敌杀败了。 我就告诉了你们, 你们却不听从, 竟违背耶和华的命令, 擅自上山地去了。 住那山地的亚摩利人就出来攻击你们, 追赶你们如蜂拥一般, 在西尔杀退你们, 直到河尔玛。 你们便回来, 在耶和华面前哭嚎, 耶和华却不听你们的声音, 也不向你们侧耳, 于是你们在加迪斯住了许多日子。 生命纪第二章 此后我们转回, 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 是找耶和华所吩咐我的。 我们在西尔山绕行了许多日子。 耶和华对我说, 你们绕行这山的日子够了, 要转向北去。 你吩咐百姓说, 你们弟兄姨嫂的子孙住在西尔, 你们要经过他们的境界, 他们必惧怕你们, 所以你们要奉外谨慎, 不可与他们征战, 他们的地连脚掌可踏之处, 我都不给你们。 因我已将西尔山赐给以扫为业。 你们要用钱向他们买粮吃, 也要用钱向他们买水喝, 因为耶和华你的神 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 已赐福于你。 你走这大旷野, 他都知道了, 这四十年, 耶和华你的神常与你同在, 故此你一无所缺。 于是我们离了我们弟兄姨嫂子孙所住的西尔, 从亚拉巴的路, 经过以拉他, 以寻加别, 转向摩押旷野的路去。 耶和华吩咐我说, 不可扰害摩押人, 也不可与他们征战, 他们的地我不赐给你为业, 因我已将亚尔赐给罗德的子孙为业。 先前有以敏人住在那里, 民宿众多, 身体高大, 像亚纳人一样。 这以敏人像亚纳人, 也算为利伐因人, 摩押人称他们为以敏人。 先前和利人也住在西尔, 但以嫂的子孙将他们除灭, 得了他们的地, 接着居住。 就如以色列在耶和华赐给他为业之地所行的一样。 现在起来过撒列西, 于是我们过了撒列西, 自从离开加迪斯巴尼亚, 到过了撒列西的时候, 共有三十八年, 等那世代的兵丁都从营中灭尽, 正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事, 耶和华的手也攻击他们, 将他们从营中除灭, 直到灭尽。 兵丁从民中都灭尽死亡以后, 耶和华吩咐我说, 你今天要从摩押的境界雅尔经过, 走进亚门人之地, 不可扰害他们, 也不可与他们征战。 亚门人的地我不赐给你们为业, 因我已将那地赐给罗德的子孙为业。 那地也算为历伐因人之地, 先前历伐因人住在那里, 亚门人称他们为散宋明, 那民众多身体高大, 像亚纳人一样。 但耶和华从亚门人面前除灭他们, 亚门人就得了他们的地, 接着居住。 正如耶和华从前为住西尔的一嫂子孙, 将和利人从他们面前除灭, 他们得了和利人的地, 接着居住一样, 直到今日。 从加匪托出来的加匪托人, 将先前住在乡村, 直到加萨的亚魏人除灭, 接着居住。 你们起来前往, 过亚嫩谷, 我已将亚摩利人西石本王西红和他的地交在你手中, 你要与他征战, 得他的地为业。 从今日起, 我要使天下万民听见你的名声都惊恐惧怕, 且因你发颤伤痛。 我从基底墨的旷野, 差遣使者去见西石本王西红, 用和睦的话说, 求你容我从你的地经过, 直走大道, 步偏左右。 你可以卖粮给我吃, 也可以卖水给我喝, 只要容我步行过去, 就如驻西尔的姨嫂子孙, 和驻雅尔的摩鸭人拜我一样。 等我过了约旦河, 好进入耶和华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地。 但西石本王西红, 不容我们从他那里经过, 因为耶和华你的神, 使他心中刚硬, 性情顽梗梗, 为要将他交在你手中, 像今日一样。 耶和华对我说, 从此起手, 我要将西红和他的地交给你, 你要得他的地为业。 那时西红和他的众民出来攻击我们, 在雅杂与我们交战。 耶和华我们的神将他交给我们, 我们就把他和他的儿子, 并他的众民都击杀了。 我们夺了他的一切诚意, 将有人烟的各成, 连女人带孩子, 尽都毁灭, 没有留下一个。 唯有牲畜和所夺的各成, 并其中的财物, 都取为自己的略物。 从雅嫩谷边的雅罗尔和谷中的城, 直到激烈, 耶和华我们的神都交给我们了, 没有一座城, 高得使我们不能攻取的。 唯有雅门人之地, 凡靠近雅伯河的地, 并山地的诚意, 与耶和华我们神所禁止我们去的地方, 都没有挨尽。 生命纪第三章 以后我们转回向巴山去, 巴山王鄂和他的众民都出来, 在以德来与我们交战。 耶和华对我说, 不要怕他, 因为我已将他和他的众民, 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中, 你要带他像从前带住西石本的亚摩利王七红一样。 于是耶和华我们的神, 也将巴山王鄂和他的众民都交在我们手中, 我们杀了他们, 没有留下一个。 那时, 我们夺了他所有的城, 共有六十座, 没有一座城不被我们所夺。 这位雅尔哥伯的全境, 就是巴山地恶王的国。 这些城都有坚固的高墙, 有门有栓, 此外还有许多无城墙的乡村。 我们将这些都毁灭了, 像从前带西石本王西红一样, 把有人烟的各城, 连女人带孩子, 尽都毁灭。 唯有一切牲畜和城中的财物, 都取为自己的略物。 那时, 我们从约旦河东两个雅摩利王的手, 将雅嫩谷直到黑门山之地夺过来。 这黑门山, 西顿人称为西连, 雅摩利人称为士尼尔, 就是夺了平原的各城, 激烈全地, 巴山全地, 直到撒迦和以德莱, 都是巴山王厄国内的城义。 历伐阴人所剩下的, 只有巴山王厄, 他的床是铁的, 长九肘, 宽四肘, 都是以人肘为度, 现今岂不是在亚门人的拉巴吗? 那时, 我们得了这地, 从雅嫩谷边的雅罗而起, 我将激烈山地的一半, 并其中的城义, 都给了流遍人和加德人。 其余的激烈地和巴山全地, 就是厄王的国, 我给了马拿西半之派。 雅尔哥伯全地, 乃是巴山全地, 这叫做历伐阴人之地。 马拿西的子孙雅尔, 占了雅尔哥伯全境, 直到基数人和马家人的交界, 就按自己的名, 称着巴山地为哈窝特雅尔, 直到今日。 我又将激烈给了马吉, 从激烈到雅嫩谷, 以谷中为界, 直到雅门人交界的雅伯和, 我给了流遍人和加德人。 又将亚拉巴河靠近约旦河之地, 从基尼列直到亚拉巴海, 就是沿海, 并皮斯加山根东边之地, 都给了他们。 那时, 我吩咐你们说, 耶和华你们的神, 已将这地赐给你们为业。 你们所有的勇士, 都要带着兵器, 在你们的弟兄以色列人前面过去。 但你们的妻子孩子牲畜, 我知道你们有许多的牲畜, 可以住在我所赐给你们的各城里。 等到你们弟兄在约旦河那边, 也得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给他们的地, 又使他们得享平安与你们一样, 你们才可以回到我所赐给你们为业之地。 那时, 我吩咐约书亚说, 你亲眼看见了耶和华, 你神向这二王所行的, 耶和华也必向你所要去的各国照样行。 你不要怕他们, 因那为你征战的, 是耶和华你的神。 那时, 我恳求耶和华说, 主耶和华呀, 你已将你的大力大能显给仆人看, 在天上, 在地下, 有什么神能向你行事, 向你有大能的作为呢? 求你容我过去, 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 就是那加美的山地和利巴嫩。 但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 不应允我, 对我说, 罢了, 你不要向我再提这事, 你且上皮斯加山顶去, 向东西南北举目光望, 因为你必不能过这约旦河, 你却要嘱咐约书亚, 勉励他, 使他胆壮, 因为他必在这百姓前面过去, 使他们承受你所要观看之地。 于是, 我们住在伯皮尔对面的谷中。 生命纪第四章 以色列人啊, 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 你们要听从遵行, 好叫你们从活, 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 承受为业。 所吩咐你们的话, 你们不可加添, 也不可删减, 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 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 耶和华因巴利皮尔的事所行的, 你们亲眼看见了, 凡随从巴利皮尔的人, 耶和华你们的神都从你们中间除灭了。 唯有你们专靠耶和华你们神的人, 今日全都存活。 我照着耶和华我神所吩咐地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 使你们在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 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 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 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 必说, 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 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 像耶和华我们的神, 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 又哪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 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沉明的这一切律法呢? 你只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 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 又免得你一生这是离开你的心, 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 你在和列山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的那日, 耶和华对我说, 你为我招聚百姓, 我要叫他们听见我的话, 使他们从活在世的日子, 可以学习敬畏我, 又可以教训儿女这样行。 那时你们进前来站在山下, 山上有火焰冲天, 并有昏黑, 密云, 幽暗。 耶和华从火焰中对你们说话, 你们只听见声音, 却没有看见形象。 他将所吩咐你们当手的约指示你们, 就是十条戒, 并将这戒写在两块石板上。 那时, 耶和华又吩咐我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 使你们在索要过去得唯一的地上遵行。 所以, 你们要奉外谨慎, 因为耶和华在和列山, 从火中对你们说话的那日, 你们没有看见什么形象。 唯恐你们败坏自己雕刻偶像, 仿佛什么男像女像, 或地上走兽的像, 或空中飞鸟的像, 或地上爬物的像, 或地底下水中鱼的像。 又恐怕你向天举目观看, 捡耶和华你的神为天下万民所摆列的日月星, 就是天上的万象, 自己便被勾引敬拜侍奉他。 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领出来脱离铁卢, 要特做自己产业的子民, 像今日一样。 耶和华又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启示, 必不容我过约旦河, 也不容我进入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那美地。 我只得死在这地, 不能过约旦河, 但你们必过去得那美地。 你们要谨慎, 免得忘记耶和华你们神与你们所立的约, 被自己雕刻偶像, 就是耶和华你神所禁止你做的偶像。 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 是祭邪的神。 你们在那地住久了, 生子生孙就雕刻偶像, 仿佛什么形象败坏自己, 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惹他发怒。 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们做见证, 你们必在过约旦河得为耶的地上速速灭尽, 你们不能在那地上长久, 必尽形除灭。 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 在他所领你们到的万国里, 你们剩下的人数稀少。 在那里, 你们必侍奉人手所造的神, 就是用木石造成不能看, 不能听, 不能吃, 不能闻的神。 但你们在那里, 必寻求耶和华你的神, 你尽心尽兴寻求他的时候, 就必寻见。 日后你遭遇一切患难的时候, 你必归回耶和华你的神, 经从他的话。 耶和华你神原是有怜悯的神, 他总不撇下你, 不灭绝你, 也不忘记他启示与你列祖所立的约。 你且考察, 在你以前的世代, 自神造人在世以来, 从天这边到天那边, 曾有何民听见神在火中说话的声音, 像你听见还能存活呢? 这样的大事何曾有, 何曾听见呢? 神何曾从别的国中将一国的人民领出来, 用试验、神迹、骑士、征战大能的手, 和伸出来的绑壁并大可畏的事, 像耶和华你们的神在埃及, 在你们眼前为你们所行的一切事呢? 这事显给你看, 要使你知道, 唯有耶和华他是神, 除他以外再无别神。 他从天上使你听见他的声音, 为要教训你, 又在地上使你看见他的烈火, 并且听见他从火中所说的话。 因他爱你的列祖, 所以拣选他们的后裔, 用大能亲自领你出了埃及, 要将比你强大的国民从你面前赶出, 领你进去, 将他们的地赐你为业, 像今日一样。 所以今日你要知道, 也要记在心上, 天上地下唯有耶和华他是神, 除他以外再无别神。 我今日将他的律力诫命小于你, 你要遵守, 使你和你的子孙可以得福, 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 那时摩西在约旦河东向日出之地分定三座城, 使那肃无仇恨无心杀了人的, 可以逃到这三城之中的一座城就得存活。 为流遍人分定旷野平原的比锡, 为迦德人分定激烈的拉末, 为马拿西人分定巴山的戈兰。 摩西在以色列人面前所臣名的律法, 就是摩西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后, 所传给他们的法度、律力、典章。 在约旦河东、 伯皮尔对面的谷中, 在驻西石本亚摩利王西红之地。 这西红是摩西和以色列人出埃及后所击杀的。 他们得了他的地, 又得了巴山王鄂的地, 就是两个亚摩利王在约旦河东向日出之地。 从雅嫩谷边的雅罗尔直到西云山, 就是黑门山。 还有约旦河东的全雅拉巴, 直到雅拉巴海, 靠近皮斯加山根。 生命纪第五章 摩西将以色列众人招了来, 对他们说, 以色列人啊, 我今日小遇你们的律力典章, 你们要听, 可以学习, 谨守遵行。 以和华我们的神在和列山与我们立约, 这约不是与我们列祖立的, 乃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之人立的。 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 面对面与你们说话。 那时我站在耶和华和你们中间, 要将耶和华的话传给你们, 因为你们惧怕那火没有上山, 说,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 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 除了我以外, 你不可有别的神,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 也不可做什么形象, 仿佛上天、 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 不可跪拜那些像, 也不可侍奉他, 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 恨我的, 我便追讨他的罪, 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 爱我, 守我诫命的, 我必向他们发慈爱, 直到千代。 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 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 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 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 守安息日为圣日。 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功, 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 这一日, 你和你的儿女、 仆婢、 牛、 驴、 牲畜, 并在你城里寄居的客旅, 无论何功都不可做, 使你的仆婢可以和你一样安息。 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 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绑臂, 将你从那里领出来。 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 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 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 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 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 不可贪恋人的妻子, 也不可贪图人的房屋, 田地, 狐币, 牛, 驴, 并他一切所有的。 这些话是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云中、幽暗中大声小欲你们全会中的, 此外并没有添别的话。 他就把这话写在两块石板上交给我了。 那时火焰烧山, 你们听见从黑暗中出来的声音, 你们支派中所有的首领和长老都来就近我说, 看啊, 耶和华我们神将他的荣光和他的大能显给我们看。 我们又听见他的声音从火中出来。 今日我们得见神与人说话, 人还存活。 现在这大火将要烧灭我们, 我们何必冒死呢? 若再听见耶和华我们神的声音, 就必死亡。 凡属血气的, 曾有何人听见永生神的声音从火中出来, 像我们听见还能存活呢? 求你进前去听耶和华我们神所要说的一切话, 将他对你说的话都传给我们, 我们就听从遵行。 你们对我说的话, 耶和华都听见了。 耶和华对我说, 这百姓的话我听见了, 他们所说的都是。 为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 常遵守我的一切诫命, 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 你去对他们说, 你们回帐篷去吧, 至于你, 可以站在我这里, 我要将一切诫命, 律例, 典章传给你, 你要教训他们, 使他们在我赐他们唯一的地上遵行。 所以你们要照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的谨守遵行, 不可偏离左右。 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行的, 你们都要去行, 使你们可以存活得福, 并使你们的日子, 在所要承受的地上得以长久。 生命纪第六章 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 律例, 典章, 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 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 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 就是我所吩咐你的, 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 以色列呀, 你要听, 要谨守遵行, 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与密之地得以享福, 人数极其增多, 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 以色列呀, 你要听, 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 你要尽心尽性, 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 都要记在心上, 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 无论你坐在家里, 行在路上, 躺下起来, 都要谈论。 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 戴在额上为经文, 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 并你的城门上。 耶和华你的神领你尽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启示应许给你的地。 那里有城义又大又美, 非你所建造的, 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 非你所装满的, 有凿成的水井, 非你所凿成的, 还有葡萄园, 橄榄园, 非你所栽种的, 你吃了而且饱足。 那时你要谨慎, 免得你忘记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 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 侍奉他, 指着他的名启示。 不可随从别神, 就是你们四为国民的神, 因为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你神, 是祭邪的神。 唯恐耶和华你神的怒气向你发作, 就把你从地上除灭。 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 像你们在玛撒那样试探他。 要留意遵守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的诫命, 法度, 律例。 耶和华眼中看没正, 看没善的, 你都要遵行, 使你可以享福, 并可以进去得耶和华向你列祖启示应许的那美地。 照耶和华所说的从你面前撵出你的一切仇敌。 日后, 你的儿子问你说, 耶和华我们神吩咐你们的这些法度, 律例典章是什么意思呢? 你就告诉你的儿子说, 我们在埃及做过法老的奴仆, 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 在我们眼前将重大可怕的神机骑士, 实行在埃及地和法老并他全家的身上, 将我们从那里领出来, 要领我们进入他向我们列祖启示应许之地, 把这地赐给我们。 耶和华又吩咐我们遵行这一切律例, 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 使我们尝得好处, 蒙他保全我们的生命, 像今日一样。 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 谨守遵行, 这就是我们的意义了。 申命纪第七章 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 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 就是赫人、格加萨人、亚摩利人、 迦南人、比利喜人、西魏人、耶布斯人、 共七国的民都比你强大。 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 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尽尽, 不可与他们立约, 也不可连续他们。 不可与他们结亲, 不可将你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 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 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主, 去侍奉别神, 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 就速速地将你们灭绝。 你们却要这样拜他们, 拆毁他们的祭坛, 打碎他们的柱像, 砍下他们的木偶, 用火焚烧他们雕刻的偶像。 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 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 特作自己的子民。 耶和华装爱你们, 拣选你们, 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 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 只因耶和华爱你们, 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事, 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 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 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 所以你要知道, 耶和华你的神, 他是神, 是信实的神。 想爱他, 守他诫命的人, 守约诗慈爱, 持到千代。 想恨他的人, 当面报应他们, 将他们灭绝。 凡恨他的人, 必报应他们, 绝不迟言。 所以你要谨守遵行,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诫命律例典章。 你们果然听从这些典章, 谨守遵行, 耶和华你神, 就必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事, 守约诗慈爱。 他必爱你, 赐福于你, 使你人数增多, 也必在他向你列祖起事, 应许给你的地上, 赐福于你身所生的, 地所产的, 并你的五谷, 心酒和油, 以及牛犊羊羔。 以必蒙福胜过万民, 你们的男女, 没有不能生养的, 牲畜, 也没有不能生育的。 耶和华必使一切的病症离开你, 你所知道埃及各样的恶极, 它不加在你身上, 只加在一切恨你的人身上。 耶和华, 你神所要交给你的一切人民, 你要将他们除灭, 你眼不可顾惜他们, 你也不可侍奉他们的神, 因这必成为你的网络。 你若心里说, 这些国的民比我更多, 我怎能赶出他们呢? 你不要惧怕他们, 要牢牢纪念耶和华你神, 向法老和埃及全地所行的事, 就是你亲眼所看见的大誓宴, 神机奇事和大能的手, 并伸出来的绑壁, 都是耶和华你神领你出来所用的。 耶和华你神必照样带你所惧怕的一切人民, 并且耶和华你神必打发黄蜂飞到他们中间, 直到那剩下而藏躲的人从你面前灭亡。 你不要因他们惊恐, 因为耶和华你神在你们中间是大而可畏的神。 耶和华你神必将这些国的民从你面前渐渐赶出, 你不可把他们速速灭尽, 恐怕野地的兽多起来害你。 耶和华你神必将他们交给你, 大大的扰乱他们, 直到他们灭绝了。 又要将他们的君王交在你手中, 你就使他们的名从天下消灭。 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 直到你将他们灭绝了。 他们雕刻的神像, 你们要用火焚烧, 其上的金银你不可贪图, 也不可收取, 免得你因此陷入网罗, 这原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 可憎的恶你不可带进家去, 不然你就成了当毁灭的与那恶一样。 你要十分厌恶, 十分增贤, 因为这是当毁灭的恶。 生命纪第八章 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 你们要谨守遵行, 好叫你们存活, 人数增多, 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启示应许的那地。 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 这四十年是要苦练你, 试验你, 要知道你心内如何, 肯守他的诫命不肯。 他苦练你, 认你饥饿, 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 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这四十年, 你的衣服没有穿破, 你的脚也没有肿。 你当心理思想, 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 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 遵行他的道, 敬畏他。 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 那地有河, 有泉, 有圆, 从山谷中流出水来。 那地有小麦, 大麦, 葡萄树, 无花果树, 石榴树, 橄榄树和蜜。 你在那地不缺食物, 一无所缺。 那地的石头是铁, 山内可以挖铜。 你吃的饱足, 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 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了。 你要谨慎, 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 不守他的诫命, 典章, 律例, 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恐怕你吃的饱足, 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 你的牛羊加多, 你的金银增添, 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 你就心高气傲, 忘记耶和华你的神, 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 引你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 那里有火蛇、蝎子、干旱、无水之地。 它曾为你使水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 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 是要苦练你、试验你, 叫你终究享福。 恐怕你心里说, 这祸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 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 因为得祸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 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启示所立的约, 像今日一样。 你若忘记耶和华你的神, 随从别神侍奉敬拜, 你们必定灭亡。 这是我今日警戒你们的, 耶和华在你们面前怎样使列国的民灭亡, 你们也必照样灭亡, 因为你们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 生命纪第九章 以色列呀, 你当听, 你今日要过约旦河, 进去赶出比你强大的国民, 得着广大坚固, 高得顶天的诚意。 那民是亚纳族的人, 又大又高, 是你所知道的。 也曾听见有人指着他们说, 谁能在亚纳族人面前站立得住呢? 你今日当知道, 耶和华你的神在你前面过去如同烈火, 要灭绝他们, 将他们制服在你面前。 这样, 你就要照耶和华所说的赶出他们, 使他们速速灭亡。 耶和华你的神将这些国民从你面前撵出以后, 你心里不可说, 耶和华将我领进来得这地, 是因我的义。 其实耶和华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 是因他们的恶。 你进去得他们的地, 并不是因你的义, 也不是因你心里正直, 乃是因这些国民的恶。 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 又因耶和华要坚定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启示所应许的话。 你当知道, 耶和华你神将这美帝赐你为业, 并不是因你的义, 你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 你当纪念不忘, 你在旷野怎样惹耶和华你神发怒? 自从你出了埃及地的那日, 直到你们来到这地方, 你们时常背逆耶和华。 你们在和列山又惹耶和华发怒, 他恼怒你们要灭绝你们, 我上了山要领受两块石板, 就是耶和华与你们立约的板。 那时, 我在山上住了四十昼夜, 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 耶和华把那两块石板交给我, 是神用指头写的。 板上所写的, 是照耶和华在大会的日子, 在山上从火中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过了四十昼夜, 耶和华把那两块石板, 就是约板交给我, 对我说, 你起来, 赶快下去, 因为你从埃及领出来的百姓已经败坏了自己, 他们快快地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 为自己筑成了偶像。 耶和华又对我说, 我看这百姓是映着景象的百姓, 你且由着我, 我要灭绝他们, 将他们的名从天下涂抹, 使你的后裔比他们成为更大更强的国。 于是我转身下山, 山被火烧着, 两块约板在我两手之中。 我一看见你们得罪了耶和华你们的神, 铸成了牛犊, 快快地偏离了耶和华所吩咐你们的道, 我就把那两块板从我手中扔下去, 在你们眼前摔碎了。 因你们所犯的一切罪, 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惹他发怒, 我就像从前, 俯伏在耶和华面前四十昼夜, 没有吃饭, 也没有喝水。 我因耶和华向你们大发烈怒, 要灭绝你们, 就甚害怕。 但那次, 耶和华又应允了我。 耶和华也向亚伦甚是发怒, 要灭绝他。 那时, 我又为亚伦祈祷, 我把那叫你们犯罪所住的牛犊用火焚烧, 又捣碎磨得很细, 以致细如灰尘。 我就把这灰尘撒在从山上流下来的溪水中。 你们在塔贝拉, 玛撒, 基伯罗哈塔瓦, 又惹耶和华发怒。 耶和华打发你们离开加蒂斯巴尼亚, 说, 你们上去, 得我所赐给你们的地。 那时, 你们违背了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 不信服他, 不听从他的话。 自从我认识你们以来, 你们常常背逆耶和华。 我因耶和华说要灭绝你们, 就在耶和华面前照旧俯伏四十昼夜。 我祈祷耶和华说, 主耶和华呀, 求你不要灭绝你的百姓, 他们是你的产业, 是你用大力救赎的, 用大能从埃及领出来的。 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 不要想念这百姓的顽梗, 邪恶, 罪过, 免得你领我们出来的那地之人说, 耶和华因为不能将这百姓领进他所应许之地, 又因恨他们, 所以领他们出去, 要在旷野杀他们。 其实他们是你的百姓, 你的产业, 是你用大能和伸出来的榜臂领出来的。 生命纪第十章 那时, 耶和华吩咐我说, 你要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的一样, 上山到我这里来, 又要做一木柜。 你先前摔碎的那板, 旗上的字我要写在这板上, 你要将这板放在柜中。 于是我用造夹木做了一柜, 又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的一样, 手里拿这两块板上山去了。 耶和华将那大会之日在山上从火中所传与你们的十条戒, 照先前所写的写在这板上, 将板交给我了。 我转身下山, 将这板放在我所做的柜中, 现今还在那里, 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我的。 以色列人从比罗比尼亚干起行, 到了摩西拉。 亚伦死在那里, 就葬在那里。 他儿子以利亚撒接续他共祭司的职份。 他们从那里起行, 到了谷歌大, 又从谷歌大到了有溪水之地的约巴塔。 那时, 耶和华将立位之派分别出来, 抬耶和华的约柜, 有势力在耶和华面前侍奉他, 奉他的名祝福直到今日。 所以立位人在他弟兄中无奋无业, 耶和华是他的产业, 正如耶和华你神所应许他的。 我又像从前在山上住了四十昼夜, 那次耶和华也应允我, 不忍将你灭绝。 耶和华吩咐我说, 你起来引导这百姓, 使他们进去得我向他们列祖启示应许所赐之地。 以色列呀, 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 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 遵行他的道, 爱他, 尽心尽兴侍奉他, 遵守他的诫命, 律力, 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为要叫你得福。 看哪, 天和天上的天, 地和地上所有的, 都属耶和华你的神。 耶和华但喜悦你的列祖, 爱他们, 从万民中拣选他们的后裔, 就是你们, 像今日一样。 所以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 不可再应的景象, 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 他是万神之神, 万主之主, 智大的神, 大有能力, 大而可畏, 不以貌取人, 也不受贿赂。 他为孤儿寡妇申冤, 又怜爱寄居地赐给他衣食。 所以你们要怜爱寄居地, 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 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 侍奉他, 专靠他, 也要指着他的名启示。 他是你所赞美的, 是你的神, 为你做了那大而可畏的事, 是你亲眼所看见的。 你的列祖七十人下埃及, 现在耶和华你的神, 使你如同天上的星, 那样多。 生命纪第十一章 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 常守他的吩咐, 律例, 典章, 诫命。 你们今日当知道, 我本不是和你们的儿女说话, 因为他们不知道, 也没有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管教, 威严, 大能的手, 和伸出来的绑地, 并他在埃及中向埃及王法老, 和其全地所行的神迹骑士, 也没有看见他怎样带埃及的军兵车马, 他们追赶你们的时候, 耶和华怎样使红海的水淹没他们, 将他们灭绝, 迟到今日, 并他在旷野怎样带你们, 以致你们来到这地方, 也没有看见他怎样带流遍子孙, 以利亚的儿子大滩, 雅比兰, 地怎样在以色列人中间开口, 吞了他们和他们的家眷, 并帐篷与跟他们的一切活物, 唯有你们亲眼看见耶和华所做的一切大事, 所以你们要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 使你们胆壮能以进去得你们所要得的那地, 并使你们的日子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启示应许, 给他们和他们后裔的地上得以长久, 那是流奶与蜜之地, 你要进去得为业的那地, 本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 你在那里撒种, 用脚浇灌, 像浇灌菜园一样, 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 乃是有山, 有谷, 雨水滋润之地, 使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 从岁首到年终, 耶和华你神的眼目, 时常看顾那地, 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 爱耶和华你们的神, 尽心尽兴侍奉他, 他必按时将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 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 新酒和油, 也必使你吃得饱足, 并使田野被你的牲畜长草, 你们要谨慎, 免得心中受迷惑, 就偏离正路, 去侍奉敬拜别神, 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 就使天闭塞不下雨, 地也不出产, 使你们在耶和华所赐给你们的美地上, 速速灭亡, 你们要将我这话存在心内, 留在意中, 记在手上为记号, 戴在额上为经文, 也要教训你们的儿女, 无论坐在家里, 行在路上, 躺下起来, 都要谈论, 又要写在房屋的门框上, 并城门上, 使你们和你们子孙的日子, 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启示应许给他们的地上, 得以增多, 如天赴地的日子, 那样多, 你们若留意谨守遵行我所吩咐这一切的诫命, 爱耶和华你们的神, 行他的道, 专靠他, 他必从你们面前赶出这一切国民, 就是比你们更大更强的国民, 你们也要得他们的地, 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都必归你们, 从旷野和利巴嫩, 并柏拉大河直到西海, 都要做你们的境界, 必无一人能在你们面前站立得住, 耶和华你们的神, 必照他所说的, 使惧怕惊恐, 临到你们所踏之地的居民。 看啊, 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的话, 都沉明在你们面前, 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 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 就必蒙福。 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 偏离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道, 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 就必受祸。 极致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入要去德维耶的那地, 你就要将祝福的话, 沉明在基利新山上, 将咒诅的话, 沉明在以巴陆山上。 这二山, 岂不是在约旦河那边日落之处, 在住亚拉巴的迦南人之地, 与吉甲相对, 靠近摩利像树吗? 你们要过约旦河, 进去得耶和华你们神所赐你们为业之地, 在那地居住。 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沉明的一切律例典章。 生命纪第十二章 你们存活于世的日子, 在耶和华你们列祖的上帝所赐你们为业的地上, 要谨守遵行的律例典章, 乃是这些。 你们要将所赶出的国民侍奉神的各地方, 无论是在高山、在小山、在各清脆树下都毁坏了, 也要拆毁他们的祭坛, 打碎他们的柱像, 用火焚烧他们的木偶, 砍下他们雕刻的神像, 并将其名从那地方除灭。 你们不可照他们那样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 但耶和华你们的神从你们各支派中选择何处为利他名的居所, 你们就当往那里去求问, 将你们的烦祭、平安祭、十分取一之物, 和手中的举祭并还愿祭、甘心祭, 以及牛群羊群中投生的都奉到那里。 在那里耶和华你们神的面前, 你们和你们的家属都可以吃, 并且因你手所办的一切事, 蒙耶和华你的神赐福就都欢乐。 我们今日在这里所行的, 是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 你们将来不可这样行, 因为你们还没有到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安息地, 所给你的产业。 但你们过了约旦河, 得以住在耶和华你们神使你们承受违业之地, 又使你们太平不被四围的一切仇敌扰乱, 安然居住。 那时, 要将我所吩咐你们的凡祭、 平安祭、 十分取一之物, 和手中的举祭, 并向耶和华许愿献的一切美祭, 都奉到耶和华你们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 你们和儿女、 扑币、 并住在你们城里无奋无业的立位人, 都要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欢乐。 你要谨慎, 不可在你所看中的各处献烦祭, 唯独耶和华从你那一支派中所选择的地方, 你就要在那里献烦祭, 请我一切所吩咐你的。 然而, 在你各城里, 都可以照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福分, 随心所欲再生吃肉。 无论洁净人, 不洁净人都可以吃, 就如吃羚羊与鹿一般, 只是不可吃血, 咬到在地上, 如同倒水一样。 你的五股心酒和油的十分之一, 或是牛群羊群中投生的, 或是你许愿献的, 甘心献的, 或是手中的举祭, 都不可在你城里吃。 但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吃, 在耶和华你神所要选择的地方, 你和儿女、 仆毙, 并住在你城里的立位人, 都可以吃。 也要因你手所办的, 在耶和华你神面前欢乐。 你要谨慎, 在你所住的地方, 永不可丢弃立位人。 耶和华你的神, 照他所应许, 扩张你境界的时候, 你心里想要吃肉, 说, 我要吃肉, 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吃肉。 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他名的地方, 若离你太远, 就可以照我所吩咐地, 将耶和华赐给你的牛羊取些仔了, 可以随心所欲, 在你城里吃。 你吃那肉, 要像吃羚羊与鹿一般。 无论洁净人, 不洁净人, 都可以吃。 只是你要心意坚定, 不可吃血, 因为血是生命, 不可将血与肉同吃。 不可吃血, 要倒在地上, 如同倒水一样。 不可吃血, 这样你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你和你的子孙就可以得福。 只是你分别为圣的物和你的还愿祭, 要奉到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去。 你的凡祭连肉带血, 都要陷在耶和华你神的坛上。 平安祭的血, 要倒在耶和华你神的坛上。 平安祭的肉, 你自己可以吃。 你要谨守听从我所吩咐的一切话, 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善, 看为正的事。 这样, 你和你的子孙就可以永远享福。 耶和华你神将你要去赶出的国民, 从你面前捡除你得了他们的地居住, 那时就要谨慎, 不可在他们除灭之后, 随从他们的恶俗陷入网罗, 也不可访问他们的神说, 这些国民怎样侍奉他们的神, 我也要照样行。 你不可向耶和华你的神这样行, 因为他们向他们的神行了耶和华所增贤, 所恨恶的一切事, 甚至将自己的儿女用火焚烧, 献予他们的神。 凡我所吩咐的, 你们都要谨守遵行, 不可加添, 也不可删减。 生命纪第十三章 你们中间若有先知, 或是做梦的起来向你显个神迹奇事, 对你说, 我们去随从你素赖所不认识的别神, 侍奉他吧。 他所显的神迹奇事虽有应验, 你也不可听那先知, 或是那做梦之人的话。 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试验你们, 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 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 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 敬畏他, 谨守他的诫命, 听从他的话, 侍奉他, 专靠他。 那先知或是那做梦的, 既用言语叛逆那领你们出埃及地, 救赎你脱离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们的神, 要勾引你离开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行的道, 你便要将他致死, 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 你的同胞弟兄或是你的儿女或是你怀中的妻或是如同你性命的朋友若暗中引诱你说, 我们不如去侍奉你和你列祖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是你四为列国的神。 无论是离你近离你远, 从地这边到地那边的神, 你不可依从他, 也不可听从他, 也不可顾惜他。 你不可连续他, 也不可遮蔽他, 总要杀他。 你先下手, 然后众民也下手, 将他致死。 要用石头打死他, 因为他想要勾引你离开那领你出埃及地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的神。 以色列众人都要听见害怕, 就不敢在你们中间再行这样的恶了。 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居住的各城中, 你若听人说, 有些匪类从你们中间的一座城出来勾引本城的居民, 说, 我们不如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 你就要探听查究细细地访问, 果然是真, 准有这可憎恶的事行在你们中间, 你必要用刀杀那城里的居民, 把城里所有的连牲畜都用刀杀尽。 你从那城里所夺的财物都要堆积在街市上, 用火将城和其内所夺的财物都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烧尽, 那城就永违荒堆, 不可再建造。 那当毁灭的物连一点都不可沾你的手, 你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 遵守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一切诫命, 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正的事, 耶和华就必转意不发烈怒, 恩待你连续你, 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事, 使你人数增多。 申命纪第十四章 你们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儿女, 不可为死人用刀划身, 也不可将额上替光。 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 耶和华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 特做自己的子民。 凡可增的物都不可吃, 可吃的牲畜就是牛、绵羊、山羊、鹿、 羚羊、袍羊、桃子、野山羊、 麋鹿、黄羊、青羊。 凡分体成为两半又导教的走兽, 你们都可以吃。 但那些导教或是分体之中不可吃的, 乃是骆驼、兔子、沙帆。 因为是导教不分体, 就与你们不洁净。 猪因为是分体却不导教, 就与你们不洁净。 这些瘦的肉你们不可吃, 死的也不可摸。 水中可吃的乃是这些。 凡有赤有鳞的都可以吃, 凡无赤无鳞的都不可吃, 是与你们不洁净。 凡洁净的鸟, 你们都可以吃。 不可吃的乃是 鸟、狗头鸟、 红头鸟、 蘸、小鹰、 药鹰与其类、 乌鸦与其类、 鸟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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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鹰、 鹰与其类、 蕭鸟、 猫头鹰、 狡吃、 蹄虎、 秃鸟、 鲁瓷、 冠、 鹿丝与其类、 带人与蝙蝠。 凡有翅膀爬行的物, 是与你们不洁净都不可吃。 凡洁净的鸟, 你们都可以吃。 凡自死的, 你们都不可吃, 可以给你城里寄居的吃, 或卖于外人吃。 因为你是归耶和华里神为圣洁的民, 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 你要把你撒种所产的, 就是你田地每年所出的十分取一份, 又要把你的五谷辛酒和油的十分之一, 并牛群羊群中投生的, 吃在耶和华里神面前, 就是他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 这样, 你可以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里的神。 当耶和华里神赐福于你的时候, 耶和华里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地方, 若离你太远, 那路也太长, 使你不能把这物带到那里去。 你就可以换成银子, 将银子包起来拿在手中, 往耶和华里神所要选择的地方去。 你用这银子随心所欲, 或买牛羊, 或买清酒, 浓酒, 凡你心所想的都可以买。 你和你的家属在耶和华里神的面前, 吃喝快乐。 住在你城里的立位人, 你不可丢弃他, 因为他在你们中间无粪无业。 每逢三年的末一年, 你要将本年的土产十分之一都取出来, 积存在你的城中。 在你城里无粪无业的立位人, 和你城里寄居的并孤儿寡妇, 都可以来吃得饱足。 这样耶和华里的神, 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 赐福于你。 生命纪第十五章 每逢七年末一年, 你要施行豁免, 豁免的定力乃是这样。 凡债主要把所借给林社的豁免了, 不可向林社和弟兄追讨, 因为耶和华的豁免年已经宣告了。 若借给外邦人, 你可以向他追讨, 但借给你弟兄, 无论是什么, 你要松手豁免了。 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里神的话, 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这一切的命令, 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了。 在耶和华里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 耶和华必大大赐福于你, 因为耶和华里的神, 必照他所应许你的赐福于你。 你必借给许多国民, 却不致向他们借贷, 你必管辖许多国民, 他们却不能管辖你。 在耶和华里神所赐你的地上, 无论哪一座城里, 你弟兄中若有一个穷人, 你不可忍着心攥着手, 不帮补你穷乏的弟兄, 总要向他松开手, 照他所缺乏的, 借给他补他的不足。 你要谨慎, 不可心理起恶念说, 第七年的豁免年快到了, 你便恶眼看你穷乏的弟兄, 什么都不给他, 以致他因你求告耶和华, 罪便归于你了。 你总要给他, 给他的时候, 心里不可愁烦, 因耶和华你的神, 必在你这一切所行的, 并你手里所办的事上赐福于你。 原来那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 所以我吩咐你说, 总要向你地上困苦穷乏的弟兄松开手。 你弟兄中若有一个西波来男人或西波来女人被卖给你, 服侍你六年, 到第七年就要任他自由出去。 你认他自由的时候, 不可使他空手而去。 要从你羊群、 和场、 九诈之中, 多多地给他。 耶和华你的神怎样赐福于你, 你也要照样给他。 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 耶和华你的神将你救赎, 因此我今日吩咐你这件事。 他若对你说, 我不愿意离开你, 是因他爱你和你的家, 且因在你那里很好, 你就要拿锥子将他的耳朵在门上刺透, 他便永违你的奴仆了。 你带婢女也要这样, 你认他自由的时候, 不可以为难事, 因他服侍你六年, 就要比故宫的公家多下一倍了。 耶和华你的神就必在你所做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 你牛群羊群中投生的, 凡是公的都要分别为圣归耶和华你的神。 牛群中投生的不可用他耕地, 羊群中投生的不可剪毛。 这投生的你和你的家属, 每年要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 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吃。 这投生的若有什么残疾, 就如瘸腿的、 瞎眼的、 无论有什么恶残疾, 都不可献给耶和华你的神。 可以在你城里吃, 洁净人与不洁净人都可以吃, 就如吃羚羊与鹿一般。 只是不可吃他的血, 咬到在地上, 如同倒水一样。 生命纪第十六章 你要注意雅比月向耶和华你的神守余月节, 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在雅比月夜间领你出埃及。 你当在耶和华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 从牛群羊群中将余月节的寄生献给耶和华你的神。 你吃着寄生, 不可吃有教的饼, 七日之内要吃无教饼, 就是困苦饼。 你本是急忙出了埃及地, 要叫你一生一世纪念你从埃及地出来的日子。 在你四境之内, 七日不可见面教。 头一日晚上所献的肉, 一点不可留到早晨。 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各成中, 你不可献余月节的祭。 只当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 晚上日落的时候, 乃是你出埃及的时候献余月节的祭。 当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 把肉烤了吃, 四日早晨就回到你的帐篷去。 你要吃无教饼六日, 第七日要向耶和华你的神守严肃会, 不可做功。 你要计算七七日, 从你开帘收割和价时算起, 共计七七日。 你要照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福, 手里拿着甘心计, 现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守七七节。 你和你儿女仆毙, 并住在你城里的立位人, 以及在你们中间寄居的与孤儿寡妇, 都要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立为他名的居所, 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欢乐。 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 你要谨守遵行这些律例。 你把河场的谷, 酒榨的酒收藏以后, 就要守住棚节七日。 守节的时候, 你和你儿女仆毙, 并住在你城里的立位人, 以及寄居的与孤儿寡妇, 都要欢乐。 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 你当向耶和华你的神守节七日。 因为耶和华你神在你一切的土产上, 和你手里所办的事上, 要赐福于你, 你就非常的欢乐。 你一切的南丁, 要在除教节七七节, 住棚节一年三次, 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 却不可空手朝见。 个人要按自己的力量, 找耶和华你神所赐的福分, 奉献礼物。 你要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各城里, 按着各支派, 设立审判官和官长, 他们必按公义的审判, 判断百姓。 不可趋往正直, 不可看人的外貌, 也不可受贿赂, 因为贿赂能叫智慧人的眼变瞎了, 又能颠倒义人的话。 你要追求智工, 智义, 好叫你存活, 承受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 你为耶和华你的神筑坛, 不可在坛旁栽什么树木作为木偶, 也不可为自己设立筑像, 这是耶和华你神所恨物的。 生命纪第十七章 凡有残疾, 或有什么恶病的牛羊, 你都不可献给耶和华你的神, 因为这是耶和华你神所憎物的。 在你们中间, 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诸城中, 无论哪座城里, 若有人或男或女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恶的事, 违背了他的约, 去侍奉敬拜别神, 或拜日头, 或拜月亮, 或拜天象, 是主不曾吩咐的。 有人告诉你, 你也听见了, 就要细细地探听, 果然是真准有这可憎恶的事行在以色列中, 你就要将行这恶事的男人或女人, 拿到城门外, 用石头将他打死。 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 将那当死的人致死, 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 将他致死。 见证人要先下手, 然后众民也下手将他致死, 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 你城中若起了征诵的事, 或因流血, 或因征静, 或因殴打, 是你难断的案件, 你就当起来往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 去见祭司立位人, 并当时的审判官求问他们, 他们必将叛与指示你, 他们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 指示你的叛与, 你必照着他们所指教你的一切话, 谨守遵行。 要按他们所指教你的律法, 照他们所断定的去行, 他们所指示你的叛与, 你不可偏离左右。 若有人善敢不听从那势力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的祭司, 或不听从审判官, 那人就必致死。 这样便将那恶从以色列中除掉, 众百姓都要听见害怕, 不再善敢行事。 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 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 若说我要立王治理我, 像四围的国一样, 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 必从你弟兄中立一人, 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 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 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 为要加添他的马匹, 因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 不可再回那条路去。 他也不可为自己多利非贫, 恐怕他的心偏邪, 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 他登了国位, 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律法书, 为自己抄录一本, 存在他那里, 要平生颂读, 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 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 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 偏左偏右, 离了这诫命。 这样, 他和他的子孙, 便可在以色列中, 在国位上年长日久。 申命纪第十八章 祭司立位人和立位全支派, 必在以色列中无奋无业, 他们所吃用的, 就是献给耶和华的伙计和一切所捐的。 他们在弟兄中必没有产业, 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 正如耶和华所应许他们的。 祭司从百姓所当得的分乃是这样, 凡献牛或羊为记得, 要把前腿和两腮并脾胃给祭司, 出收的五谷、 新酒和油, 并出茧的羊毛也要给他。 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从你各支派中将他拣选出来, 使他和他子孙永远奉耶和华的名, 势力侍奉。 立位人无论寄居在以色列中的哪一座城, 若从那里出来, 一心愿意到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 就要奉耶和华他神的名侍奉, 像他众弟兄立位人势力在耶和华面前侍奉一样。 除了他卖祖父产业所得的以外, 还要得一份祭物与他们同吃。 你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之地, 那些国民所行可憎恶的事, 你不可学着行。 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精火, 也不可有占卜的、 观照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 用弥术的、教诡的、行巫术的、过阴的。 凡行这些事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 因那些国民行这可憎恶的事, 所以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 你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做完全人。 因你所要赶出的那些国民, 都听信、观照的和占卜的。 至于你, 耶和华你的神从来不许你这样行。 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 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 你们要听从他。 正如你在和列山大会的日子, 求耶和华你神一切的话说, 求你不再叫我听见耶和华我神的声音, 也不再叫我看见这大火, 免得我死亡。 耶和华就对我说, 他们所说的是, 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 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 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 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 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 我必讨谁的罪。 若有先知善敢托我的名, 说我所未曾吩咐他说的话, 或是奉别神的名说话, 那先知就必至死。 你心里若说, 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话, 我们怎能知道呢? 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 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笑宴, 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 是那先知擅自说的, 你不要怕他。 生命纪第十九章 耶和华你神将列国之民剪除的时候, 耶和华你神也将他们的地赐给你, 你接着住他们的城义并他们的房屋, 就要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分定三座城。 要将耶和华你神使你承受为业的地分为三段, 又要预备道路, 使误杀人的都可以逃到那里去。 误杀人的逃到那里可以存活, 定力乃是这样。 凡肃无仇恨, 无心杀了人的, 就如人与林社同入树林砍伐树木, 手拿斧子一砍, 本想砍下树木, 不料斧头脱了靶, 飞落在林社身上, 以至于死。 这人逃到那些城的一座城, 就可以存活, 免得抱血仇地心中火热追赶他, 因路远就追上将他杀死。 其实他不该死, 因为他与被杀的肃无仇恨, 所以我吩咐你说, 要分定三座城。 耶和华你神若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事扩张你的境界, 将所应许赐你列祖的地全然给你, 你若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的这一切诫命, 爱耶和华你的神, 常常遵行他的道, 就要在这三座城之外, 再添三座城, 免得无辜之人的血流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 流血的罪就归于你。 若有人恨他的邻舍, 埋伏着起来击杀他, 以至于死, 便逃到这些城的一座城。 本城的长老就要打发人去, 从那里带出他来, 交在抱血仇的手中, 将他致死。 你眼不可顾惜他, 却要从以色列中除掉流无辜血的罪, 使你可以得福。 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承受为业之地, 不可挪移你临舍的地界, 那是先人所定的。 人无论犯什么罪做什么恶, 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 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 才可定案。 若有凶恶的见证人起来, 见证某人作恶, 这两个征颂的人就要站在耶和华面前, 和当时的祭司并审判官面前。 审判官要细细地查究, 若见证人果然是做假见证的, 以假见证陷害弟兄, 你们就要带他如同他想要带的弟兄, 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 别人听见都要害怕, 就不敢在你们中间再行这样的恶了。 你眼不可顾惜, 要以命偿命, 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以手还手, 以脚还脚。 生命纪第二十章, 你出去与仇敌征战的时候, 看见马匹、车辆, 并有比你多的人民, 不要怕他们, 因为领你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你神与你同在。 你们将要上阵的时候, 祭司要到百姓面前宣告说, 以色列人啊, 你们当听, 你们今日将要与仇敌征战, 不要胆怯, 不要惧怕战惊, 也不要因他们惊恐, 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与你们同去, 要为你们与仇敌征战, 拯救你们。 官长也要对百姓宣告说, 谁建造房屋尚未奉献, 他可以回家去, 恐怕他阵亡别人去奉献。 谁种葡萄园, 尚未用所接的果子, 他可以回家去, 恐怕他阵亡别人去用。 谁拼定了锡尚未迎娶, 他可以回家去, 恐怕他阵亡别人去娶。 官长又要对百姓宣告说, 谁惧怕胆怯, 他可以回家去, 恐怕他弟兄的心消化和他一样。 官长对百姓宣告完了, 就当派军长率领他们。 你临近一座城, 要攻打的时候, 先要对城里的民宣告和睦的话。 他们若以和睦的话回答你, 给你开了城, 城里所有的人都要给你效劳, 服侍你。 若不肯与你和好, 反要与你打仗, 你就要围困那城。 耶和华你的神把城交付你手, 你就要用刀杀进这城的男丁。 唯有妇女、孩子、牲畜和城内一切的财物, 你可以取为自己的略物。 耶和华你神把你筹集的财物赐给你, 你可以持用。 离你甚远的各城, 不是这些国民的城, 你都要这样拜他。 但这些国民的城, 耶和华你神既赐你为业, 其中凡有气息的一个不可存留。 只要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 将这赫人、 亚摩利人、 迦南人、 比利喜人、 西魏人、 耶布斯人都灭绝净净, 免得他们教导你们学习一切可憎恶的事, 就是他们向自己神所行的, 以致你们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 你若许久围困攻打所要取的一座城, 就不可举斧子, 砍坏树木, 因为你可以吃那树上的果子, 不可砍伐。 田间的树木岂是人叫你糟蹋吗? 唯独你所知道不是结果子的树木, 可以毁坏砍伐, 用以修筑盈磊, 攻击那与你打仗的城, 直到攻他了。 生命纪第21章 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 若遇见被杀的人倒在田野, 不知道是谁杀的。 长老和审判官就要出去, 从被杀的人那里量起, 直量到刺猬的城义。 看纳城离被杀的人最近, 纳城的长老就要从牛群中 取一只未曾耕地, 未曾富恶的母牛犊, 把母牛犊迁到流水, 未曾耕中了山谷去, 在谷中打折母牛犊的景象。 祭司立位的子孙要进前来, 因为耶和华你的神拣选了他们, 侍奉他, 奉耶和华的名祝福, 所有争送殴打的事都要凭他们判断。 纳城的众长老, 就是离被杀的人最近的, 要在那山谷中, 在所打折景象的母牛犊以上洗手, 祷告说, 我们的手未曾流这人的血, 我们的眼也未曾看见这事。 耶和华呀, 求你赦免你所救赎的以色列民, 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 归在你的百姓以色列中间。 这样, 流血的罪必得赦免。 你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就可以从你们中间除掉流无辜血的罪。 你出去与仇敌征战的时候, 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交在你手中, 你就掳了他们去。 若在贝鲁的人中, 见有美貌的女子恋慕他, 要娶他为妻, 就可以领他到你家里去。 他便要剃头发, 修指甲, 脱去贝鲁时所穿的衣服, 住在你家里哀哭父母一个整月, 然后可以与他同房, 你做他的丈夫, 他做你的妻子。 后来你若不喜悦他, 就要由他随意出去, 绝不可为钱卖他, 也不可当婢女带他, 因为你玷污了他。 人若有二妻, 一为所爱, 一为所悟。 所爱的所悟的都给他生了儿子, 但长子是所悟之妻生的。 到了把产业分给儿子承受的时候, 不可将所爱之妻生的儿子立为长子, 在所悟之妻生的儿子以上, 却要任所悟之妻生的儿子被长子, 将产业多加一份给他。 因这儿子是他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 长子的名分本当归他。 人若有顽梗背腻的儿子不听从父母的话, 他们虽惩治他, 他仍不听从, 父母就要抓住他, 将他带到本地的城门, 本城的长老那里, 对长老说, 我们这儿子顽梗背腻, 不听从我们的话, 是贪食好酒的人。 本城的众人就要用石头将他打死, 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 以色列众人都要听见害怕。 人若犯该死的罪被致死了, 你将他挂在木头上, 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 必要当日将他葬埋, 免得玷污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 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 生命纪第二十二章 你若看见弟兄的牛或羊失迷了路, 不可阳为不见, 总要把他牵回来交给你的弟兄。 你弟兄若离你远, 或是你不认识他, 就要牵到你家去, 留在你那里, 等你弟兄来寻找就还给他。 你的弟兄无论失落什么, 或是驴或是衣服, 你若遇见都要这样行, 不可阳为不见。 你若看见弟兄的牛或驴跌倒在路上, 不可阳为不见, 总要帮助他拉起来。 妇女不可穿戴男子所穿戴的, 男子也不可穿妇女的衣服, 因为这样行都是耶和华你神所赐物的。 你若路上遇见鸟窝, 或在树上或在地上, 里头有锄或有蛋, 母鸟浮在锄上或在蛋上, 你不可连母带锄一并取去, 总要放母, 只可取锄, 这样你就可以享福日子得以长久。 你若建造房屋, 要在房上的四围安栏杆, 免得有人从房上掉下来, 流血的罪就归于你家。 不可把两样种子种在你的葡萄园里, 免得你撒种所接的和葡萄园的果子都要充公。 不可并用牛驴耕地, 不可穿羊毛细码两样掺杂料做的衣服。 你要在所批的外衣上四围做碎子。 人若娶妻, 与他同房之后恨恶他, 信口说他将丑名夹在他身上, 说, 我娶了这女子与他同房, 见他没有真结的凭据。 女子的父母就要把女子真结的凭据拿出来, 带到本城门长老那里。 女子的父亲要对长老说, 我将我的女儿给这人为妻, 他恨恶他, 信口说他, 说, 我见你的女儿没有真结的凭据, 其实这就是我女儿真结的凭据。 父母就把那布铺在本城的长老面前, 本城的长老要拿住那人惩治他, 并要罚他一百社克勒银子给女子的父亲, 因为他将丑名夹在以色列的一个处女身上。 女子仍做他的妻, 终身不可修他。 但这事若是真的, 女子没有真结的凭据, 就要将女子带到他父家的门口, 本城的人要用石头将他打死。 因为他在父家行了淫乱, 在以色列中做了丑事, 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 若遇见人与有丈夫的妇人行淫, 就要将奸夫淫妇一并致死, 这样就把那恶从以色列中除掉。 若有处女已经许配丈夫, 有人在城里遇见他与他行淫, 你们就要把这二人带到本城门, 用石头打死。 女子是因为虽在城里, 却没有喊叫, 男子是因为玷污别人的妻, 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 若有男子在田野遇见已经许配人的女子, 强与他行淫, 只要将那男子致死, 但不可办女子, 他本没有该死的罪。 这事就累乎人起来攻击林舍, 将他杀了一样。 因为男子是在田野遇见那已经许配人的女子, 女子喊叫并无人救他。 若有男子遇见没有许配人的处女, 抓住他与他行淫, 被人看见, 这男子就要拿五十社克勒银子给女子的父亲, 因他玷污了这女子, 就要娶他为妻, 终身不可休他。 人不可娶继母为妻, 不可掀开他父亲的衣襟。 生命纪第二十三章 凡外肾受伤的或被阉割的, 不可入耶和华的会。 私生子不可入耶和华的会, 他的子孙直到时代也不可入耶和华的会。 亚门人或是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 他们的子孙虽过时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 因为你们出埃及的时候, 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在路上迎接你们, 又因他们雇了弥索波达米的皮夺人比尔的儿子巴兰来咒诅你们。 然而耶和华你的神不肯听从巴兰, 却使那咒诅的言语变为祝福的话。 因为耶和华你的神爱你, 你一生一世永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 不可憎恶以东人, 因为他是你的弟兄, 不可憎恶埃及人, 因为你在他的地上坐过寄居的, 他们第三代子孙可以入耶和华的会。 你出兵攻打仇敌, 就要远避诸恶。 你们中间若有人夜间偶然梦一步洁净, 就要出到营外不可入营。 到傍晚的时候, 他要用水洗澡, 即至日落了才可以入营。 你在营外也该定出一个地方作为辨索。 在你气泻之中, 当预备一把锹, 你出营外便逆以后, 用以蝉土转身掩盖。 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常在你营中行走, 要救护你将仇敌交给你。 所以你的营理当圣洁, 免得他见你那里有污秽就离开你。 若有奴仆托了主人的手逃到你那里, 你不可将他交付他的主人。 他必在你那里与你同住, 在你的诚意中, 要由他选择一个所喜悦的地方居住, 你不可欺负他。 以色列的女子中不可有妓女, 以色列的男子中不可有鸾童。 娼妓所得的钱或鸾童所得的嫁, 你不可带入耶和华你神的殿还愿。 因为这两样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 你借给你弟兄的, 或是钱财或是粮食, 无论什么可生利的物都不可取利。 借给外邦人可以取利, 只是借给你弟兄不可取利。 这样, 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所去得为业的地上, 可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 赐福于你。 你向耶和华你的神许愿, 偿还不可迟言。 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定向你追讨, 你不偿还就有罪。 你若不许愿到无罪, 你嘴里所出的就是你口中应许甘心所献的, 要照你向耶和华你神所许的愿, 谨守遵行。 你进了邻舍的葡萄园, 可以随意吃饱了葡萄, 只是不可装在器皿中。 你进了邻舍站着的盒架, 可以用手摘碎泽, 只是不可用镰刀割取盒架。 生命纪第24章 人若取妻以后, 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 不喜悦他, 就可以写修书交在他手中, 打发他离开夫家。 妇人离开夫家以后, 可以去嫁别人。 后夫若恨恶他, 写修书交在他手中, 打发他离开夫家。 或是娶他为妻的后夫死了, 打发他去的前夫, 不可在妇人玷污之后, 再娶他为妻。 因为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 不可使耶和华你神所赐为业之地, 被玷污了。 新娶妻之人, 不可从军出征, 也不可托他办理什么公事, 可以在家清闲一年, 使他所娶的妻快活。 不可拿人的全盘末时, 或是上末时做档头, 因为这是拿人的命做档头。 若遇见人拐代以色列中的一个弟兄, 当奴才带他, 或是卖了他, 那拐代人的就必至死, 这样便将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 在大麻风的灾病上, 你们要谨慎, 照祭司立位人一切所指教你们的, 留意遵行。 我怎样吩咐他们, 你们要怎样遵行? 当纪念出埃及后, 在路上耶和华你神向米利安所行的事。 你借给灵舍不拘是什么, 不可进他家拿他的档头, 要站在外面, 等那向你借贷的人把档头拿出来交给你。 他若是穷人, 你不可留他的档头过夜。 日落的时候, 总要把档头还他, 使他用那件衣服盖着睡觉。 他就为你祝福, 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就是你的义了。 困苦穷乏的故宫, 无论是你的弟兄, 或是在你城里寄居的, 你不可欺负他。 要当日给他公嫁, 不可等到日落。 因为他穷苦把心放在公嫁上, 恐怕他因你求告耶和华罪便归你了。 不可因子杀父, 也不可因父杀子, 凡被杀的都为本身的罪。 你不可向寄居的和孤儿驱往正直, 也不可拿寡妇的衣裳做档头。 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 耶和华你的神从那里将你救赎, 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 你在田间收割庄稼, 若望下一捆, 不可回去再取, 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 这样, 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 赐福于你。 你打橄榄树, 之上剩下的不可再打, 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 你摘葡萄园的葡萄所剩下的不可再摘, 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 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 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 生命纪第25章 人若有征颂来听审判, 审判官就要定义人有礼, 定恶人有罪。 恶人若该受责打, 审判官就要叫他当面扶在地上, 按着他的罪诏述则打。 只可打他四十下, 不可过数, 若过数便是轻贱你的弟兄了。 牛在肠上踹骨的时候, 不可拢住他的嘴。 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 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 他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 娶他为妻与他同房。 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 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图母了。 那人若不愿意娶他哥哥的妻, 他哥哥的妻就要到城门长老那里说, 我丈夫的兄弟不肯在以色列中 兴起他哥哥的名字, 不给我尽弟兄的本分。 本城的长老就要招大人来问他, 他若执意说, 我不愿意娶他。 他哥哥的妻就要当着长老到那人的跟前, 脱了他的鞋, 吐唾沫在他脸上, 说, 凡不为哥哥建立家事的, 都要这样待他。 在以色列中, 他的名必称为脱鞋之家。 若有二人争斗, 这人的妻进前来, 要救他丈夫脱离那打他丈夫之人的手, 抓住那人的下体, 就要砍断妇人的手, 眼不可顾惜他。 你囊中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砝码, 你家里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生斗。 当用对准公平的砝码, 公平的生斗, 这样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 你的日子就可以长久。 因为行非议之事的人, 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 你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 亚玛利人在路上怎样待你? 他们在路上遇见你, 趁你疲乏困倦, 击杀你紧后边软弱的人, 并不敬畏神。 所以, 耶和华你神使你不被四为一切的仇敌扰乱, 在耶和华你神赐你为业的地上得享平安。 那时, 你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了, 不可忘记。 生命纪第26章 你进去得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居住, 就要从耶和华你神赐你的地上将所收的各种出疏的土产取些来, 盛在筐子里, 往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去, 简当时做祭司的对他说, 我今日向耶和华你神明认, 我已来到耶和华向我们列祖启示应取赐给我们的地。 祭司就从你手里取过筐子来, 放在耶和华你神的坛前。 你要在耶和华你神面前说, 我祖原是一个江王的亚兰人, 下到埃及寄居, 他人口稀少, 在那里却成了又大又强, 人数很多的国民。 埃及人恶待我们, 苦害我们, 将苦功加在我们身上。 于是我们哀求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 耶和华听见我们的声音, 看见我们所受的困苦, 劳碌, 欺压, 他就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绑臂, 并大可畏的事与神迹其事, 领我们出了埃及, 将我们领进这地方, 把这流奶与蜜之地赐给我们。 耶和华呀, 现在我把你所赐给我地上出熟的土产, 奉了来。 随后, 你要把筐子放在耶和华你神面前, 向耶和华你的神下拜。 你和立位人并在你们中间寄居的, 要因耶和华你神所赐你和你家的一切福分欢乐。 每逢三年, 就是十分取一之年, 你取完了一切土产的十分之一, 要封给立位人和寄居的与孤儿寡妇, 使他们在你城中可以吃得饱足。 你又要在耶和华你神面前说, 我已将圣物从我家里拿出来, 给了立位人和寄居的与孤儿寡妇, 是照你所吩咐我的一切命令。 你的命令我都没有违背, 也没有忘记。 我守丧的时候没有吃着圣物, 不洁净的时候也没有拿出来, 又没有为死人送去。 我听从了耶和华我神的话, 都照你所吩咐的行了。 求你从天上你的圣所垂看, 赐福给你的百姓以色列, 与你所赐给我们的地, 就是你向我们列祖启士, 赐我们流奶与蜜之地。 耶和华你的神今日吩咐你行这些律例, 典章, 所以你要尽心, 尽兴, 谨守遵行。 你今日认耶和华为你的神, 应许遵行他的道, 谨守他的律例, 诫命, 典章, 听从他的话。 耶和华今日照他所应许你的, 也认你为他的子民, 使你谨守他的一切诫命, 又使你得称赞, 美名, 尊荣, 超乎他所造的万民之上, 并照他所应许的, 使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 生命纪第27章 摩西和以色列的众长老吩咐百姓说, 你们要遵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 你们过约旦河, 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地, 当天要立起几块大石头, 漫上石灰, 把这律法的一切话写在石头上。 你过了河, 可以进入耶和华你神所赐你流奶与蜜之地, 正如耶和华你列祖之神所应许你的。 你们过了约旦河, 就要在以巴路山上, 照我今日所吩咐的, 将这些石头立起来, 漫上石灰。 在那里要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石坛, 在石头上不可动铁器, 要用没有凿过的石头筑耶和华你神的坛, 在坛上要将凡祭献给耶和华你的神, 又要献平安祭, 且在那里吃, 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欢乐。 你要将这律法的一切话明明地写在石头上。 薄熙和祭司立位人小于以色列众人说, 以色列呀, 要默默静听, 你今日成为耶和华你神的百姓了, 所以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 遵行他的诫命律例, 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当日摩西嘱咐百姓说, 你们过了约旦河、西缅、利位、犹大、 以撒加、约瑟、 汴雅敏六个支派的人, 都要站在吉利新山上为百姓祝福。 刘汴、加德、亚瑟、 西布伦、 但、 拿弗塔利六个支派的人, 都要站在以巴陆山上宣布咒诅。 立位人要向以色列众人高声说, 有人制造耶和华所增悟的偶像, 或雕刻、 或铸造, 就是工匠手所做的在暗中设立, 那人必受咒诅。 百姓都要答应说阿门。 清漫父母的匕首咒诅, 百姓都要说阿门。 挪移临摄地界的匕首咒诅, 百姓都要说阿门。 使瞎子走岔路的匕首咒诅, 百姓都要说阿门。 想寄居的和孤儿寡妇趋往正直的匕首咒诅, 百姓都要说阿门。 与继母行淫的匕首咒诅, 因为掀开他父亲的衣金, 百姓都要说阿门。 与寿银河的匕首咒诅, 百姓都要说阿门。 与异母同父或异父同母的姐妹行淫, 的匕首咒诅, 百姓都要说阿门。 与岳母行淫的匕首咒诅, 百姓都要说阿门。 暗中杀人的匕首咒诅, 百姓都要说阿门。 受贿赂害死无辜之人的匕首咒诅, 百姓都要说阿门。 不坚守遵行这律法言语的匕首咒诅, 百姓都要说阿门。 生命纪第二十八章 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 谨守遵行祂的一切诫命, 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祂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 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 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 临到你身上。 你在城里必蒙福, 在田间也必蒙福。 你身所生的, 地所产的, 牲畜所下的, 以及牛犊, 羊羔都必蒙福。 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都必蒙福, 你出也蒙福, 入也蒙福。 仇敌起来攻击你, 耶和华必使他们在你面前被你杀败。 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你, 必从七条路逃跑。 在你仓房里, 并你守所办的一切事上, 耶和华所命的福必临到你。 耶和华你神也要在所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 你若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 遵行他的道, 他必照着向你所起的事, 立你作为自己的圣民。 天下万民见你归在耶和华的名下, 就要惧怕你。 你在耶和华向你列祖起事应许赐你的地上, 他必使你身所生的, 牲畜所下的, 地所产的都绰绰有余。 耶和华必为你开天上的福库, 按时降雨在你的地上, 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 伺服于你。 你必借给许多国民, 却不致向他们借贷。 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 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谨守遵行, 不偏左右, 也不随从, 侍奉别神。 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 不作伪, 胆居上, 不居下。 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 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 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 临到你身上。 你在城里必受咒诅, 在田间也必受咒诅。 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都必受咒诅。 你身所生的, 地所产的, 以及牛犊, 羊羔都必受咒诅。 你出也受咒诅, 入也受咒诅。 耶和华因你行恶离弃他, 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 使咒诅, 扰乱, 责罚临到你, 直到你被毁灭, 速速地灭亡。 耶和华必使瘟疫贴在你身上, 直到他将你从所进去得为业的地上灭绝。 耶和华要用牢病, 热病, 火症, 瘧疾, 刀剑, 汗风, 煤烂攻击你, 这都要追赶你, 直到你灭亡。 你头上的天要变为铜, 脚下的地要变为铁。 耶和华要使那降在你地上的雨变为沉沙, 从天临在你身上, 直到你灭亡。 耶和华必使你败在仇敌面前, 你从一条路去攻击他们, 必从七条路逃跑。 你必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 你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走兽做食物, 并无人轰感。 耶和华必用埃及人的窗并痣窗, 牛皮选与戒攻击你, 使你不能一致。 耶和华必用癫狂、眼瞎、心惊攻击你, 你必在五间摸索, 好像瞎子在暗中摸索一样。 你所行的必不亨通, 时常遭遇欺压、 抢夺, 无人搭救。 你聘定了妻, 别人必与她同房。 你建造房屋, 不得住在其内。 你栽种葡萄园, 也不得用其中的果子。 你的牛在你眼前宰了, 你必不得吃她的肉。 你的驴在你眼前被抢夺, 不得归还。 你的羊归了仇敌, 无人搭救。 你的儿女必归于别国的民。 你的眼目终日窃望, 甚至失明, 你手中无力拯救。 你的土产和你劳碌得来的, 必被你所不认识的国民吃尽。 你时常被欺负, 受压制, 甚至你眼中所看见的, 必至疯狂。 耶和华必攻击你, 使你膝上腿上, 从脚掌到头顶, 掌毒窗, 无法医治。 耶和华必将你和你所立的房, 领到你和你列祖素不认识的国去。 在那里, 你必侍奉木头石头的神。 你在耶和华领你到的各国中, 要令人惊骇, 笑谈, 急俏。 你带到田间的种子虽多, 收进来的却少, 因为被蝗虫吃了。 你栽种修理葡萄园, 却不得收葡萄, 也不得喝葡萄酒, 因为被虫子吃了。 你全境有橄榄树, 却不得其有抹身, 因为树上的橄榄不熟自落了。 你生儿养女, 却不算是你的, 因为必被掳去。 你所有的树木和你地里的出产, 必被蝗虫所吃。 在你中间寄居的, 必渐渐上升, 比你高而又高。 你必渐渐下降, 低而又低。 他必借给你, 你却不能借给他。 他必做手, 你必做尾。 这一切咒诅, 必追随你, 赶上你, 直到你灭亡。 因为你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 不遵守他所吩咐的诫命律例。 这些咒诅, 必在你和你后裔的身上, 成为一计其事, 直到永远。 因为你富有的时候不欢心乐意地侍奉耶和华你的神, 所以你必在饥饿、干渴、赤漏、缺乏之中, 侍奉耶和华所打发来攻击你的仇敌。 他必把体恶夹在你的景象上, 直到将你灭绝。 耶和华要从远方地级带异国的民, 如鹰飞来攻击你。 这民的言语你不懂得, 这民的面貌凶恶, 不顾训年老的, 也不恩待年少的。 他们必吃你牲畜所下的, 和你地土所产的, 直到你灭亡。 你的五谷辛酒和油, 以及牛犊羊羔都不给你留下, 直到将你灭绝。 他们必将你困在你各城里, 直到你所倚靠高大坚固的城墙都被攻塌。 他们必将你困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遍地的各城里。 你在仇敌围困窘迫之中, 必吃你本身所生的, 就是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儿女之肉。 你们中间柔弱娇嫩的人, 必恶眼看他弟兄和他怀中的妻, 并他余生的儿女。 甚至在你受仇敌围困窘迫的城中, 他要吃儿女的肉, 不肯分一点给他的亲人, 因为他一无所剩。 你们中间柔弱娇嫩的妇人, 是因娇嫩柔弱, 不肯把脚踏地的, 比恶眼看他怀中的丈夫和他的儿女。 他两腿中间出来的婴孩, 与他所要生的儿女, 他因缺乏一切, 就要在你受仇敌围困窘迫的城中, 将他们暗暗地吃了。 这书上所写律法的一切话, 是叫你敬畏耶和华你神可荣可畏的名。 你若不谨守遵行, 耶和华就必将其灾, 就是至大至长的灾, 至重至久的病, 夹在你和你后裔的身上。 也必使你所惧怕埃及人的病, 都临到你, 贴在你身上。 又必将没有写在这律法书上的各样疾病灾殃, 降在你身上, 直到你灭亡。 你们先前虽然像天上的星那样多, 却因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 所生的人数就稀少了。 先前, 耶和华怎样喜悦善待你们, 使你们众多, 也要照样喜悦毁灭你们, 使你们灭亡, 并且你们从所要进去得的地上, 必被拔除。 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 从地这边到地那边, 你必在那里侍奉你和你列祖 素不认识木头石头的神。 在那些国中, 你必不得安逸, 也不得落脚之地。 耶和华却使你在那里心中跳动, 眼目失明, 精神消耗。 你的性命必玄玄无定, 你昼夜恐惧, 自料性命难保。 你因心里所恐惧的, 眼中所看见的, 早晨必说, 巴不得到晚上才好, 晚上必说, 巴不得到早晨才好。 耶和华必使你坐船回埃及去, 走我曾告诉你不得再见的路, 在那里, 你必卖己身与仇敌作奴婢, 却无人买。 生命纪第29章 这是耶和华在摩亚地, 吩咐摩西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话, 是在他和他们于和列山所立的约之外。 摩西招了以色列众人来对他们说, 耶和华在埃及地, 在你们眼前向法老和他众臣仆, 并他全地所行的一切事, 你们都看见了。 就是你亲眼看见的大事宴和神迹, 并那些大奇事。 但耶和华到今日没有使你们心能明白, 眼能看见, 耳能听见。 我领你们在旷野四十年, 你们身上的衣服并没有穿破, 脚上的鞋也没有穿坏。 你们没有吃饼, 也没有喝清酒、浓酒, 这要使你们知道耶和华是你们的神。 你们来到这地方, 西石本王西红、 巴山王鄂都出来与我们交战, 我们就击杀了他们, 去了他们的地给流遍之派、 迦德之派和马拿西半之派为业。 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约的话, 好叫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亨通。 今日你们的首领族长、 长老、官长、 以色列的男丁、 你们的妻子儿女和营中寄居的, 以及为你们劈柴挑水的人, 都站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 为要你顺从耶和华你神今日与你所立的约, 向你所起的事。 这样, 他要照他向你所应许的话, 又向你列祖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所起的事, 今日立你做他的子民, 他做你的神。 我不但与你们立这约起这事, 凡与我们一同站在耶和华我们神面前的, 并今日不在我们这里的人, 我也与他们立这约起这事。 我们曾住过埃及地, 也从列国经过, 这是你们知道的, 你们也看见他们中间可增之物, 并他们木、石、金、银的偶像。 唯恐你们中间或男或女或族长或支派长, 今日心里偏离耶和华我们的神, 去侍奉那些国的神。 又怕你们中间有恶根生出苦菜和阴沉来, 听见这咒诅的话, 心里仍是自夸说, 我虽然行事心里顽梗连累众人, 却还是平安。 耶和华必不饿恶恨他, 耶和华的怒气与愤恨, 要向他发作, 如烟冒出, 将这书上所写的一切咒诅, 都加在他身上。 耶和华又要从天下涂抹他的名, 也必照着写在律法书上, 约中的一切咒诅, 将他从以色列众支派中分别出来, 使他受祸。 你们的后代, 就是以后兴起来的子孙和远方来的外人, 看见这地的栽殃, 并耶和华所降与这地的疾病, 又看见遍地有硫磺, 有盐鲁, 有火迹, 没有耕种, 没有出产, 连草都不生长, 好像耶和华在愤怒中所倾覆的索多玛, 俄摩拉, 鸭马, 奇扁一样。 所看见的人, 连万国人都必问说, 耶和华为何像此地这样行呢? 这样大发烈怒是什么意思呢? 人必回答说, 是因这地的人离弃了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 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 去侍奉敬拜素不认识的别神, 是耶和华所未曾给他们安排的。 所以, 耶和华的怒气向这地发作, 将这书上所写的一切咒诅都降在这地上。 耶和华在怒气、 愤怒、 大恼恨中, 将他们从本地拔出来, 扔在别的地上, 像今日一样。 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 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 好将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化。 生命纪第30章 我所沉连在你面前的这一切咒诅都临到你身上。 你在耶和华你神追赶你到的万国中, 必心里追念祝福的话。 你和你的子孙若尽心尽兴归向耶和华你的神, 照着我今日一切所吩咐地听从祂的话。 那时, 耶和华你的神必连续你救回你这被虏的子民。 耶和华你的神要回转过来, 从分散你到的万民中将你招聚回来。 你被赶散的人就是在天涯的, 耶和华你的神也必从那里将你招聚回来。 耶和华你的神必领你进入你列祖所得的地, 使你可以得着, 又必善待你, 使你的人数比你列祖众多。 耶和华你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 好叫你尽心尽兴爱耶和华你的神, 使你可以存活。 耶和华你的神必将这一切咒诅, 加在你仇敌和恨恶你逼迫你的人身上。 你必归回听从耶和华的话遵行他的一切诫命, 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 谨守这律法书上所写的诫命律例, 又尽心尽兴归向耶和华你的神, 他必是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 并你身所生的、牲畜所下的、地土所产的都绰绰有余。 因为耶和华必在喜悦你降福于你, 像从前喜悦你列祖一样。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 不是你难行的, 也不是离你远的。 不是在天上使你说, 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 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 也不是在海外使你说, 谁替我们过海取了来, 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 这话却离你甚近, 就在你口中, 在你心里, 使你可以遵行。 看哪, 我今日将生与福, 死与祸, 沉迷在你面前。 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 遵行他的道, 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 使你可以存活, 人数增多。 耶和华你神, 就必在你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 赐福于你。 倘若你心里偏离, 不肯听从, 却被勾引去, 敬拜侍奉别神。 我今日明明告诉你们, 你们必要灭亡, 在你过约旦河, 进去得为业的地上, 你的日子必不长久。 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 我将生死或福, 沉迷在你面前, 所以你要拣选生命, 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从活。 且爱耶和华你的神, 听从他的话, 专靠他, 因为他是你的生命, 你的日子长久, 也在乎他。 这样, 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启示应许所赐的地上居住。 生命纪第31章 摩西去告诉以色列众人说, 我现在一百二十岁了, 不能照常出入。 耶和华也曾对我说, 你必不得过这约旦河。 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引导你们过去, 将这些国民在你们面前灭绝, 你们就得他们的地。 约书亚必引导你们过去, 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耶和华必带他们, 如同从前带他所灭绝的 亚摩利二王西红与厄, 以及他们的国一样。 耶和华必将他们交给你们, 你们要照我所吩咐的一切命令带他们。 你们当刚强壮胆, 不要害怕, 也不要畏惧他们。 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 他必不撇下你, 也不丢弃你。 摩西招了约书亚来, 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对他说, 你当刚强壮胆, 因为你要和这百姓一同进入耶和华, 向他们列祖启示应许所赐之地, 你也要使他们承受那地为业。 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 他必与你同在, 必不撇下你, 也不丢弃你, 不要惧怕, 也不要惊慌。 摩西将这律法写出来, 交给台耶和华约贵的祭司立位子孙, 和以色列的众长老。 摩西吩咐他们说, 每逢七年的末一年, 就在豁免年的定期祝鹏节的时候, 以色列众人来到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 那时你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 将这律法念给他们听, 要招聚他们男、女、孩子, 并城里寄居的, 使他们听, 使他们学习, 好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 谨守遵行这律法的一切话。 也使他们未曾晓得这律法的儿女得以听见, 学习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 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为夜之地存活的日子, 常常这样行。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的死期临近了, 要招约书亚来, 你们二人站在会墓里, 我好嘱咐他。 于是摩西和约书亚去站在会墓里, 耶和华在会墓里云柱中显现, 云柱停在会墓门以上。 耶和华又对摩西说, 你必和你列祖同睡, 这百姓要起来, 在他们所要去的地上, 在那地的人中, 随从外邦神行邪淫离弃我, 违背我与他们所立的约。 那时, 我的怒气必向他们发作, 我也必离弃他们, 也面不顾他们, 以致他们被吞灭, 并有许多的祸患灾难临到他们。 那日, 他们必说, 这些祸患临到我们, 岂不是因我们的神不在我们中间吗? 那时因他们偏向别神所行的一切恶, 我必定掩面不顾他们。 现在你要写一篇歌, 教导以色列人传给他们, 使这歌见证他们的不是。 因为我将他们领尽, 我向他们列祖启示, 应许那流奶与蜜之地。 他们在那里吃得饱足, 身体肥胖, 就必偏向别神, 侍奉他们, 藐视我, 背弃我的约。 那时有许多祸患灾难临到他们, 这歌必在他们面前做见证, 他们后裔的口中必念诵不忘。 我为领他们到我所启示应许之地已先, 他们所怀的意念我都知道了。 当日, 摩西就写了一篇歌, 教导以色列人。 耶和华嘱咐嫩的儿子约书亚说, 你当刚强壮胆, 因为你必领以色列人, 尽我所启示应许他们的地, 我必与你同在。 摩西将这律法的话写在书上, 极致写完了, 就吩咐台耶和华约柜的立位人说, 将这律法书放在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旁, 可以在那里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 因为我知道你们是背逆的, 是映着景象的。 我今日还活着与你们同在, 你们尚且背逆耶和华, 何况我死后呢? 你们要将你们支派的众长老和官长都招聚了来, 我好将这些话说与他们听, 并呼天唤地见证他们的不是。 我知道我死后, 你们必全然败坏, 偏离我所吩咐你们的道, 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以手所做的惹他发怒, 日后必有祸患临到你们。 摩西将这一篇歌的话都说于以色列全会众听。 生命纪第32章 诸天哪, 侧耳, 我要说话, 远地也听我口中的言语。 我的教训要淋漓如雨, 我的言语要滴落如露。 如细语降在嫩草上, 如甘霖降在菜书中。 我要宣告耶和华的名, 你们要将大德归于我们的神。 他是磐石, 他的作为完全, 他所行的无不公平, 是诚实无畏的神, 又公义又正直。 这乖辟弯曲的世代, 向他行事邪辟, 有着弊病, 就不是他的儿女。 愚昧无知的民啊, 你们这样报答耶和华吗? 他岂不是你的父将你买来的吗? 他是制造你, 建立你的。 你当追想上古之日, 思念历代之年。 问你的父亲, 他必指示你, 问你的长者, 他必告诉你。 至高者将地业赐给列邦, 将世人分开, 就照以色列人的树木, 立定万民的疆界。 耶和华的愤, 本是他的百姓, 他的产业, 本是雅各。 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 就环绕他, 看顾他, 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铜人。 又如鹰搅动巢窝, 在除鹰以上两翅山斩, 接取除鹰, 背在两翼之上。 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 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 耶和华使他成价地的高处, 得吃田间的土产, 又使他从磐石中扎密, 从尖石中吸油, 也吃牛的奶油, 羊的奶, 羊羔的枝油, 巴山所出的公棉羊和山羊, 与上好的麦子, 以喝葡萄枝酿的酒。 但耶稣伦渐渐肥胖, 粗壮光润, 提跳奔跑, 便离弃造他的神, 轻看救他的磐石。 敬拜别神, 触动神的愤恨, 行客增悟的事, 惹了他的怒气。 所祭祀的鬼魔并非真神, 乃是素不认识的神, 是近来欣欣的, 是你列祖所不畏惧的。 你轻忽生理的磐石, 忘记缠你的神。 耶和华看见他的儿女惹动他, 就厌恶他们, 说, 我要向他们演变, 看他们的结局如何。 他们本是极乖僻的族类, 心中无诚实的儿女。 他们以那不算为神的触动我的愤恨, 以虚无的神惹了我的怒气。 我也要以那不成子民的触动他们的愤恨, 以愚昧的国民惹了他们的怒气。 因为在我怒中有火烧起, 直烧到极深的阴间, 把地和地的出产尽都焚烧, 山的根基也烧着了。 我要将祸患堆在他们身上, 把我的剑向他们射尽。 他们必因饥饿消瘦被炎热苦毒吞灭。 我要打发野兽用牙齿咬他们, 并土中复刑地用毒气害他们。 外头有刀剑, 内饰有惊恐, 使人丧亡, 使少男、童女、 吃奶的白发的尽动灭绝。 我说, 我必将他们分散远方, 使他们的名号从人间除灭。 唯恐仇敌惹动我, 只怕敌人错看, 说, 是我们守的能力, 并非耶和华所行的。 因为以色列民毫无计谋, 心中没有聪明。 唯愿他们有智慧, 能明白这事, 肯思念他们的结局。 若不是他们的磐石卖了他们, 若不是耶和华交出他们, 一人也能追赶他们千人, 二人也能使万人逃跑呢? 据我们的仇敌自己断定, 他们的磐石不如我们的磐石, 他们的葡萄树是索多玛的葡萄树, 鹅摩拉田园所生的, 他们的葡萄是毒葡萄, 全挂都是苦的。 他们的酒是大蛇的毒气, 是毁蛇残害的恶毒。 这不都是积蓄在我这里, 封锁在我府库中吗? 他们失脚的时候, 深渊报应在我, 因他们遭灾的日子尽了, 那要临在他们身上的必速速来到。 耶和华见他百姓毫无能力, 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剩下, 就必为他们申冤, 为他的仆人后悔。 他必说, 他们的神, 他们所投靠的磐石, 就是向来吃他们寄生的枝油, 喝他们惦记吃酒的在哪里呢? 他可以兴起帮助你们, 护卫你们。 你们如今要知道, 我, 唯有我是神, 在我以外并无别神。 我使人死, 我使人活, 我损伤我也一致, 并无人能从我手中救出来。 我向天举手说, 我凭我的永生启示, 我若磨我闪亮的刀, 手掌审判之权, 就必报复我的敌人, 报应恨我的人。 我要使我的剑饮血饮罪, 就是被杀被掳之人的血。 我的刀要吃肉, 乃是仇敌中首领之头的肉。 你们外邦人, 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呼, 因他要深他仆人流血的冤, 报应他的敌人, 洁净他的地, 救赎他的百姓。 摩西和嫩的儿子约书亚, 去将这歌的一切话, 说给百姓听。 摩西向以色列众人, 说完了这一切的话, 又说, 我今日所警教你们的, 你们都要放在心上, 要吩咐你们的子孙, 谨守遵行这律法上的话。 因为这不是虚空与你们无关的事, 乃是你们的生命, 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为业的地上, 必因这事日子得以长久。 当日,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 你上这亚巴林山中的尼泊山去, 在柏亚地与耶利哥相对, 观看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为业的迦南地。 你必死在你所登的山上, 归你列祖去, 像你哥哥亚伦死在河尔山上, 归他的列祖一样。 因为你们在寻的旷野, 加迪斯的米利巴水, 在以色列人中没有尊我为圣, 得罪了我。 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 你可以远远地观看, 却不得进去。 生命纪第33章 以下是神人摩西在为死之先, 为以色列人所住的福。 他说, 耶和华从西奈而来, 从西尔向他们显现, 从巴兰山发出光辉, 从万万圣者中来临, 从他右手为百姓传出烈火的律法。 他疼爱百姓, 众圣徒都在他手中, 他们坐在他的脚下领受他的言语, 摩西将律法传给我们, 作为雅各会众的产业。 百姓的众首领, 以色列的各支派一同聚会的时候, 耶和华在耶稣伦中为王。 愿流遍存活, 不致死亡, 愿他人数不致稀少。 为犹大祝福, 说, 求耶和华俯听犹大的声音, 引导他归于本族。 他曾用手为自己征战, 你必帮助他攻击敌人。 论立位说, 耶和华呀, 你的土民和乌灵都在你的前程人那里, 你在玛撒曾试验他, 在米利巴水与他争论。 他论自己的父母说, 我未曾看见, 他也不承认弟兄, 也不认识自己的儿女。 这是因立位人遵行你的话, 谨守你的约。 他们要将你的典章教训雅各, 将你的律法教训以色列。 他们要把香焚在你面前, 把全生的繁祭陷在你的坛上。 求耶和华降福在他的财物上, 悦纳他手里所办的事。 那些起来攻击他和恨恶他的人, 愿你刺透他们的腰, 使他们不得再起来。 论遍雅敏说, 耶和华所亲爱的, 必同耶和华安然居住。 耶和华终日遮蔽他, 也住在他两间之中。 论约瑟说, 愿他的地蒙耶和华赐福, 得天上的宝物, 甘露, 以及地里所藏的泉水。 得太阳所晒熟的莓果, 月亮所养成的宝物。 得上古之山的至宝, 永世之岭的宝物。 得地和其中所充满的宝物, 并住荆棘中上主的喜悦。 愿这些福都归于约瑟的头上, 归于那与弟兄窘别之人的顶上。 他为牛群中投生的有威严, 他的脚是野牛的脚, 用以抵触万邦直到地级。 这脚是以法连的万万马拿西的千千。 论西布伦说, 西布伦啊, 你出外可以欢喜, 以撒加呀, 在你帐篷里可以快乐。 他们要将猎帮招到山上, 在那里献公衣的祭, 因为他们要吸取海里的丰富, 并沙中所藏的珍宝。 论迦德说, 使迦德扩张的应当称颂。 迦德诸如母狮, 他撕裂榜壁, 连头顶也撕裂。 他为自己选择投一段地, 因在那里有设立律法者的粪存留。 他与百姓的首领同来, 他施行耶和华的公义, 和耶和华与以色列所立的典章。 论诞说, 诞为小狮子从巴山跳出来。 论拿福他利说, 拿福他利呀, 你足瞻恩惠, 满得耶和华的福, 可以得西方和南方为业。 论亚瑟说, 愿亚瑟享受多子的福乐, 得他弟兄的喜悦, 可以把脚站在油中。 你的门栓是铜的铁的, 你的日子如何, 你的力量野地如何。 耶和华与以色列安然居住, 雅各的本源独居五谷新酒之地, 他的天也滴甘露。 以色列呀, 你是有福的, 谁向你这蒙耶和华所拯救的百姓呢? 他是你的盾牌, 帮助你, 是你威荣的刀剑。 你的仇敌必投降你, 你必踏在他们的高处。 生命纪第34章 摩西从摩押平原登尼泊山, 上了那与耶利哥相对的皮斯加山顶。 耶和华把基列全地直到旦, 拿福他利全地, 以法连马拿西的地, 犹大全地直到西海, 南地和宗树城耶利哥的平原直到索尔都指给他看。 耶和华对他说, 这就是我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之地, 说, 我必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 现在我使你眼睛看见了, 你却不得过到那里去。 于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押地, 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耶和华将他埋葬在摩押地伯皮尔对面的谷中, 只是到今日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 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 眼目没有风花, 精神没有衰败。 以色列人在摩押平原为摩西哀哭了三十日, 为摩西沮丧哀哭的日子就满了。 嫩得儿子约书亚, 因为摩西曾按手在他头上, 就被智慧的灵充满, 以色列人便听从他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行了。 以后, 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向摩西的, 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 耶和华打发他在埃及地, 向法老和他的一切臣仆, 并他的权地行各样神迹其事。 又在以色列众人眼前显大能的手, 行一切大而可畏的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的声援。